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这边无名的争议还没过去呢? 成尔又给粉丝画饼了,称接下来还会和王一博合作电影人鱼。 春节当争议最大但同时也是热度比较高的一部作品就是无名了。 这部作品也算是大咖云集了,凑齐了不少实力派演员,就连影帝梁朝伟都加盟了,照理来说能个有不错的成绩的,可没想到最后居然是因为争议火上了热搜。 无名这部影片宣传的时候还是比较受欢迎的,首先有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,再有王一博虽然演技方面不行,但是热度还是有的,也算是让这部影片自带流量了,但是上映之后最大的争议也是围绕着王一博的。 先是演技备受质疑,后来又因为采访的时候前沿不搭后与被吐槽,甚至还有此出了个绝望的文盲的称号。 导演员也是争议不断,先是因为剧情很多人表示看不懂而疑惑,发言无名有观影门槛,后来又称观众有自己的审美。 对于王一博也是极尽夸赞,毕竟这部电影最后的票房还得靠着王一博的流量。 不能否认承尔确实是有些实力的,但是同样的因为他的审美确实是和大众有些不太一样,他眼中的文艺片、商业片确实是不怎么吸引观众。 承尔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接下来和王一博的合作吧,表示这部人鱼是一部超级艺术片,拍摄不会仅限于国内,而是会在整个亚洲取景。 这部作品不再是谍战剧情,而是会关注那些无力回家过年的人群,看来这一次承尔导演也是打算走心了。 到现在为止人鱼,这部影片的具体人员还没确定,唯一知道的就是一个王一博,不过从承尔这部无名的阵容来看,接下来的作品也不会太差。 最主要的是这部作品,制作时间还是比较短的,应该是在无名上映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筹备了。 承尔表示夏天之后就继续开始拍摄了,相对于前面间隔六年的制作周期,这部影片还是比较有盼头的。 这个事情自然就是粉丝狂喜,观众无语的了,对于粉丝来讲能够看到自家偶像的作品还是很开心的,但是对于观众来讲,大家更想看的是有实力的好演员标戏。 至于偶像养成,观众可没有那个时间和心思。 除了王一博之外,承尔似乎还想在剧中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,网传会有假兵的加盟,虽然大家很期待但是文艺片加入假兵还真想象不到会是个什么样子。 不过假兵也确实是有实力的,凭借演技出圈还成为了原始传奇游戏的代言人,也期待这一次能够带来更好的作品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